自2016年9月8日 AirPods和iPhone机一同面试 真无线蓝牙耳机成功进入了大众视野 AirPods从此成为iPhone的最佳配件 真无线耳机名为True Wireless Stereo 简称TWS 即采用真无线立体声技术的无线蓝牙耳机 与传统的蓝牙耳机对比 真无线耳机无线缆支持立体声且玲珑小巧 以前的真无线耳机还有主护耳的概念 主耳连接手机接受信息 并分享给富尔 富尔无法单独使用 不过2019年发布的大多数真无线耳机都支持单二使用 你想单独用哪边都行 真无线耳机开始普及了早期 大家更多的讨论音质连接速度延迟等 但后面大家发现稳定好用才是根本 而到2019年关键词变成了降噪 因为苹果发布了AirPods Pro这款带降噪功能的真无线耳机 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没想到AirPods居然会这么火 很多明星经常佩戴AirPods出入各种场所 自发的为AirPods打起了广告 让AirPods从一个手机配件成功转变为一个时尚单品 堪称最近几年最流行的耳不挂件 然而除了这款流行了好几年的AirPods之外 2019年也出现了一些其他值得选择的真无线耳机 以下几款是我个人心目中2019年最具代表性的真无线耳机 首先是年终发布的索尼WF-1000XM3新一代降噪豆 经历了一代降噪豆的翻车 索尼痛定思痛改进了连接的稳定性和续航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续航特别强 开启降噪可以停8个小时 其次就是优秀的音质和降噪能力 第二款则是在9月IFA2019上发布的华为FreeBuds 3 全球首款半开放式设计 却支持主动降噪的真无线耳机 对于不喜欢入耳式耳机的小伙伴来说 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是用华为或者荣耀手机 可以享受到更低的延迟以及更多的功能 最后就是10月底发布的苹果AirPods Pro 进入M1模式的降噪模式 让你以为没戴耳机的通透模式 最帅还得属创新的通气系统 第一次发现长时间佩戴降噪耳机也没那么难受了 以上就是2019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真无线耳机 面向不同需求的受众 每一款都值得推荐 考虑到现在新出的智能手机 大部分都去掉了3.5毫米音频接口 无线耳机的需求被活生生开发和扩大起来 某些用户出于无奈 也只能购买无线耳机日常使用 多少有点被绑架的感觉 不过鉴于目前真无线耳机的价格都不算低廉 建议理性入手